長四時會遇到關節活動性和肌力上的問題 特別是腳的關節活動性和肌力 有些沒有那麼強壯的長者 坐下來時起床都需要扶著 這些問題可以透過重量訓練 或者透過不同的訓練去解決問題 我自己覺得重量訓練是最直接的方法 如果想要運動的建議 第一件事當然是找一個適合的教練 第二件事你需要透過不同的途徑 去了解你需要做什麼運動 其實你的運動很廣泛 其實長者很多時候都會面對肌肉流失 股心疏鬆的問題 如果真的想令身體有進步的話 去提升到神經系統 肌肉系統和骨絡系統的時候 我會覺得重量訓練是相對下比較好的方案 他們的訓練效果其實都非常顯著 從一開始我們拿著一磅木棍 一磅都未有的木棍 到現在可能我們會做一個深蹲 或者做一個硬拉 可以舉到40K 50K等等的數字 這個數字已經好過很多市面上 不做運動的年輕人 長者或者參加者需要去瞭解 或者問一些職業人士 其實他需要做什麼運動呢 他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游泳也是運動 跑步也是運動 重量訓練也是運動 為什麼你要選擇重量訓練 不選擇跑步不選擇游泳 或者為什麼要選擇游泳不選擇重量訓練呢 其實是很依靠你自己現在面對什麼問題 做運動的時候你一定會集中 因為你會覺得這件事是挑戰你自己 我想所有人都是 挑戰你自己的時候 你一定是100%集中 所以很多時候在這個情況下 你會很少會有受傷的機會 但是可能有些參加者對於自己的信心 是非常之澹敗的 可能會經常會超過測試自己 可能會加得特別重 這些時候他們要注意自己 我相信旁邊的教練 你都會看得出他是哪一類型 你都會控制住他 收拾重量的時候 因為可能我背著30-50K 你都要拆重量下來 某些時候可能這一刻他就會放鬆 一放鬆的時候 其實重量不是輕還是重的問題 是因為你沒有集中 所以很多時候就會因為你不集中而弄傷 做運動這方面是一個持之以行的事 不是一個階段性的 你不會是做兩年 兩年後之後我可以了 我不做的 其實不是的 我們是長年累月做的 我們需要一個堅持 就不要看到效果之後 很快就不做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其實身體很奇怪 你得了你不做它 它就會不成功 所以你應該需要一個堅持 你持續去做 哪怕你是每一天做30分鐘 你持續做5年、10年 你都會看到效果 社聯在2023年2月至3月進行了一項 叫做香港獨居雙腦長者的身心健康與運動習慣研究 我們一共收了641份有效的問卷 我們就發現超過一半的受訪長者 他們都是沒有運動習慣的 即使有做運動那些 其實他們的運動量都是遠低於世衛建議 所以是有近九成的受訪長者 他的運動量都是低於世衛建議的 推動長者運動其實長遠來說 是可以有效減低對香港的醫療系統 和長期照顧系統的負擔的 因為當他們的自利能力和活動能力提高了 除了他們的生活質素可以提高之外 其實他們可能看醫生或者需要接受照顧的時候 都可以延滿和可以更加減少 很多時候長者就會了解 我吃得睡得就可以了 但其實你有沒有想過你五年後會怎樣 如果你不做運動 可能你見到隔壁的坐在樓宇 可能五年後會是這樣 可能這也是你的動力 去令你自己去改善運動